水晶泥枝条经过20天的用保鲜膜把它缠住闷根 然后现在要把它拆开 看一看它的情况然后再把它放在沙里养 总共弄了四根 这个也是 这个是用架结膜把它都缠住 缠住了以后 完全 摸的都是梗流都会发梗 那现在呢准备把它都放在 用沙子来放 沙子放在机制里面 看它最后会发梗情况怎么样 这个都是观赏梨 这一根 摸起来都是黏糊糊的 这一根好像闷得有点久了 下面都有点变黑了 把它打开 看这个地方 好多根柳啊 变黑了这个地方就把它剪掉 这个地方更扭好漂亮长得 然后准备了河沙 用这个盆子 准备了河沙 然后河沙 谷下河沙 噴水 像个瘟饰一样的 像瘟饰一样 就把它 把这几根摆进去 就这样平摆的 然后这一根 下面有点黑的 把它剪了 还是试一下 摆到这 这样的话制造一个像个小温室的 效果 上面再薄薄的 薄薄的放一点点沙 然后再喷点水 最后把它盖上 盖上让它 就像是一个小温室一样在里面生长 看看最后发根的情况怎么样 后期会不断的更新 这个视频 希望喜欢 千叉果树 还有嫁接的朋友 都来学起来 都来学起来 如果有发根的话 我也会发不发根 我都会 把后期的视频发上来 我们下期待 一会儿就会有效果 现在要进行 再教设 再教设 一会儿 再教设 下一个门 是一会儿 第二位 可以 再教设 下一个门